老大, 站好 站好 老大, 站好, 坐下 吳師父, 這次全靠你們三師徒 我們才熬過昨晚, 謝謝你 放心, 有這個平安符 加上預防措施 薑絲不會再傷害你們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 師父, 謝謝你 有東西派嗎? 你這個爛鬼父 能不能治到薑絲 不要騙人了 我們收到之人不說謊的 我希望你也不要說謊 我也不知道你騙甚麼 走開, 幫我派住 你忘記了, 我來提醒你 你在霧裡面做過甚麼 我早就有眉目了 那個帽子裡面寶物如雲 其中有一個寶物叫做黑珍珠 你熟不熟 我也沒被人熬過 怎麼知道自己生還是熟 見到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順手牽涼是錯的 如果因為這樣影響城鎮的安危 更加大錯特錯 如果要化解薑絲的話 最佳的方法就是物歸原主了 最錯就是連累自己每晚都被薑絲追 我怕有人熬過昨晚 又熬不到今晚了, 啤 這位置別用了, 幫不了你 對付這種人你想過良心發現 很難的 不, 這樣嚇他才會死 這件事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來 很難看 喂 是 看得好一點 是 你這邊也是 對 多放幾條 是 看來那些殭屍一定會再回來 連士兵有刀有槍都這麼害怕 這個地方不移久留 大姐, 你不是說趁我們撿寶物 那時候撿死了, 撿回多久嗎 還要留在這裡, 連帥哥也撿不回 有時候的事得色好意, 衰弱二手 有了 把刀遠藍藍有甚麼用 好 準備開壇引咎詩 知道 有師兄, 他們已經來了 不是吧, 在哪兒 在城外外 你幹甚麼 好舒服 你懶得多了, 我經常教你 做人要職善職德, 儲錢儲良 那套餐廳有甚麼關係 做人是要講好的習慣 儲大便是一個好的習慣 其他事自然會養成的 那是甚麼意思 忍一下, 再不走, 公司追到來 那時候忍了, 都不用做了, 走吧 不行, 我前樓不能再儲了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就這樣撕好了 過了這個山, 到時候再去 你去哪兒 吃飯 不是呀, 快點, 姜師來了就死了 平時賭錢沒那麼好 這裡這麼臭, 姜師也不會來了 閉嘴吧, 姜師在你後面 救命呀, 救我呀 救命呀, 救命呀 快給你, 快給你 啊 葉碧雞,你的發布不行 先回早晨,不行,別接著來 走了… 別這樣,我都跟到那邊了,快 準備 我現在宣布,姜師不受歡迎文物 開場 那些西洋東西厲害 比你這個爛鬼在茅山指紮刀 一定命長一點 開場 開場 怎麼樣,不是說我們的茅山指紮不行嗎 不是,你們三位茅山師傅是不行的 我只想知道那些薑屍為甚麼一直追著你們 告訴我 究竟你們有沒有冒險的事 譬如好像一顆牛眼那麼大的黑豬 沒有,真的沒有 我這麼討厭你,我們真是 沒有了 你怎麼回來了,快點 貴姐,我們去哪裡 不怕薑屍追來 那些薑屍和那些軍隊現在在陣口裡 我們一年輕人走 哪些鬼都看不到我們 來吧 終於到了 只要我們踏前一步就離開金田鎮了 那個臭道士和那些薑屍拿起來白頭到腦了 阿米,過來 我過不了你 走 來吧 尼督文文報告 任何人不可以離開金田鎮 你們兩個想偷渡出境嗎 不是,我們想偷渡入境 我們在旁邊香港鎮想偷渡去金田鎮 你知道,這個世界很困難,沒有好吃的 是否犯法 如果是的話,就遞隔我們出境 拿正來做,那就遞隔我們出境 你當我是傻子,明明想偷渡出境 現在又會偷渡入境 冰大哥,我們真是偷渡入境 如果你把我們抓回去,我們會很開心 對不對 是呀,很開心 你們果然當我是傻子 發給你們知道 最壞的是你,假裝開心點就過了 關小孩的事,是你們太宰了 走吧 糟了,看到群在這兒 真是叫天不見,叫地不聞的 萬一把分鎮殺到來 我們就變成群獸鬥了 不行啊,蝦米 不如把豬交出來,叫賊道師教我們也好 這次我們只偷了一顆寶豬 把豬交出來,連渣也沒有 我怕我們連命也沒有了 冰大哥,冰大哥 有些事跟你商量一下,來,來 你別叫了,我不會放你出去的 現在不是叫你放我們出去 我們有些事真是很實際的 這樣吧,你看看 你這兩道門拍兩下就散了 再不然,不如在這裡加幾把鎖這樣 再不然,在這裡封住了磚 我們就這樣吧 我們是犯人 有必要反映一下我們的意見 你們這裡保安那麼差 這是大家的責任 你做完了嗎 冰大哥,你也不用這麼賭 來就這樣吧,兩個選擇 明天你們就放我們出去 或許今晚之前你們就封住了我們,好不好 或許別說這些了 不行的,這麼傻 你說怎麼樣 你們兩個可以出去 有人保釋你們 將軍大人 為甚麼我都要把女人放下 和弟弟 我有兩個要求 第一,不要叫我甚麼將軍 好硬兒,第二,儘量放個女人走 另外,我還有一個要求 張軍大人 不好意思,我左邊的耳朵是撞了 你去我右邊再說一次吧 我...我認識她了 保持一次 臭道士這麼好 保釋我們出來一定有警惡 有甚麼警惡都好 總之一於黏著臭道士 要在這裡跟他欺負一晚會安全一點的 吳師父 鎮口那邊的那幫殭屍搞得怎麼樣 是督君和我兩個徒弟今晚看著 可保安全 但是明晚呢,又大劫啊 有毛師父在這裡一定搞定的 你這麼好來保釋我們 循例也要說聲多謝 不用客氣 我們畢竟算是朋友 幫得來就幫了 說話不是這麼說 朋友有很多種的嘛 以毛師父你這種 是真正的仗義朋友 根據江湖的規矩 一定要親自上府上說聲多謝的 你說了,已經說了多謝了 不行,這樣不夠誠意的 一定要上府上說 說通宵,說到明天為止 不用了,男女有別嘛 我們不方便招呼你 毛師父,毛師父 我想去茅廁 去道堂的茅廁 警察聽說茅廁 那不是更方便 他去過道堂茅廁一次 所以特別有感情的 是呀,我想去探望他 梅姑娘,朋友知道貴乎坦誠 如果你真的怕殭屍的 想來道堂借宿的師匯 不妨直說吧 好,我們有甚麼好怕呢 我們也沒煩過那些殭屍 那就最好了 告辭 物歸原主,可保平安 阿黃師父,毛師父 阿毛師父,你走哪一邊 那你們走哪一邊 我們走右邊 那我走左邊,我們不同路 那不是呀 阿毛師父,我知道有一條 迂迴曲折的路 很快從那邊走到那邊 那我知道有一條迂迴曲折的路 很快從這邊走到那邊 我好遲 你不用這麼絕 我就是不把豬拿出來 我不信我們沒有地方下腳 讓你們借宿一宵 看你這麼神心 那當然是神鬼不侵才來求你 我們不會白著的 你家一定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沒有,我們沒甚麼需要你們 有的,很簡單的 你請不請苦工? 你別看他小小小的 任勞任怨,熬生熬死 就算熬死,我也不會追究 我也是幫人做苦工 我不需要他 你家裡肯有需要一件事 就是一個女人 糟了,我不需要 走吧 快進去吧,走啊 是呀 姐姐,那怎麼樣 要我賣身也不行 我拋了沙吐,這一招也不行 唯有再想辦法,走吧 我一家出口,哪個地方收你們兩個 我一個人的,他可以睡茅廁 茅廁就算了 快點… 我真不信沒有人收留我們 豈有此理,逐家少爺的 沒甚麼事 沒甚麼事 甚麼事呢,怎麼今天頭頭頂著黑 不是啦,還是要服氣的 要求靠個臭道士 甚麼可能有些人臭道士呢 走吧 走吧,臭蝦米 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桂姐,你們強人就是那些好聽的說話 阿文先生,裡面的人我去了哪兒 封下就快活了 麻煩你開門 阿毛師父 剛才我怕極門都沒人回應 多怕你不在這裡 剛好睡醒 我不是剛好睡醒 我是被人吵醒的 我猜到你早就休息了 最近那些薑仙橫行 一定要早點休息,休息精神 實不相瞞 其實我也很討厭那些薑仙的 所以想在這裡謝叔一笑 準備隨時跟阿毛師父 一起出發去抓那些薑仙 我實不相瞞 朋友知道,貴乎坦食 你這次來的真正原因 是來謝叔 還是有甚麼其他原因 其中有一個很小的原因 這個小原因就是我怕那些薑仙 所以想在道堂站比一晚 那我更不能把你留下來 因為我們道士和薑仙極越老心 反而你和他們沒甚麼瓜葛 你們沒有犯過他, 他也不會傷害你的 你們走到月圓 反而對你們有好處 但是... 你們倆還是早點回去休息 明晚害時一刻 解神入命逢天殺 九肥桑門吊客 到時候就是薑仙出動的事實 我兩個徒弟還沒回來 希望鎮後的法王可以頂得住 要不然不用等到明晚 那些薑仙就會殺到你 我們剛才真的見到 薑仙 下次有話說就快點 糟了, 又沒有地方煮 又不能出一個鎮 糟了, 難道我們兩個站在這兒等死 鬼姐 我們不如跟我淑道士說真話 不行, 死也不肯說 真的有金絲 沒膽鬼, 讓我們去看看 我知道, 要睡一下 你會睡到大腿嗎? 不明顯是你在那裡就不肯說 有空吧 救命呀... 救命呀...開門呀... 不要說, 我用了一顆寶珠 是我已經拿了的 開門 我們甚麼都沒有偷過 只是撿到一個爛鬼豬 又賣不到錢, 當也沒人要, 真可憐 這始終是國家的民物 你拿出來給黎毒君吧 那不行, 我交給毒君 那些薑絲不知道 容不如整天追著我, 那我怎麼辦 難道我整天說 薑絲, 我已經交了一顆豬 給毒君了, 你們去追他吧 好吧, 你給一顆豬 我幫你交給薑絲 到時候薑絲不會煩你 這也不好, 我們是人嘛 怎麼可以跟薑絲打交道呢 那你想怎麼樣 很簡單, 他根本就不想打交道 他要交易 開個假聽聽, 沒花時間了 還是你這個徒弟臭米氣 我們這麼辛苦拿一顆豬出來 不多不少也要收一點點費用 何況這顆豬還在慈禧的口裡拿出來 不值一千, 只值幾百個大洋 幾百個大洋 剛才你才說得爛那個黑珍珠 賣不到錢, 當也沒人要 那哪值錢 你... 別爭吵了, 值多少錢跟我們沒關 你早點睡, 明天我們見黎毒君 和黎毒君交事 去吃沙盒 來, 打掛著 牠不值錢嗎 如果蝸子值錢的我們早就賣 那就是我有眼光 現在他們想要蝸子 我最少要拿著一二八個大洋 才肯拿出來不買 比早就賣不值錢 那我們就不了解 不如我們臨一睡前吃宵的慶祝 吃你的頭, 這麼累, 早點睡得好 不過頭很痛 對呀, 你的頭真的建了個房子 剛才只顧著走也不覺得 不是吧 糟了 行了, 不知道會不會毀容 以後怎麼會見人 你一向的樣子都不能見人 行了, 還有很多東西 你呀 蝦米 蝦米 乖, 怎麼回事 你…你看看我還懶有問題 還是快鏡子有問題 你看清楚嗎 看甚麼 你看清楚我 沒有 你的頭沒腫, 連這樣也沒問題 怎麼會這樣 我的蝦米 抹雞豆皮 口唇歸裂 一夜之間都沒有了 我的皮膚 白淚透紅 像剝殼雞蛋一樣 回覆十八二十二的時候這麼漂亮 真的呀 連說的話也不見得很厲害 你不要生氣我 我現在已經充滿自信了 就算你笑我 我也當你妒忌我 那究竟甚麼解決 突然變漂亮了 我也不知道 好可憐 昨晚一搭到床就睡了 又沒有拿過經理 不就只拿著粒子 難道... 發財了吧 原來粒子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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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憑估有六胎子 不如你弄下去了六胎子 堂堂一件寶物 以為你給你六胎油嗎 幸好沒有買出去 是嗎 這件事千萬不要跟人家說 下一個又要掃避密 但你答應了那個臭道士 叫這粒子去見師長的 對呀 南人大丈夫 不可以言而無信的 不過我是女娘之配 沒所謂 梅姑娘可以行得了嗎 我來嘗嘗 毛師父, 早安 早安 早安, 毛師父 妹姑娘, 你的臉... 我是不是漂亮了 沒事了, 沒事 她說我的臉漂亮了 不是呀, 她說你沒有洗臉 有個眼屎 走吧 毛桂姑娘, 我聽毛師傅說 你會把珍珠給我們唯賣 不是給, 是賣出來的 五十個大洋? 吃蒙你呀, 五千個大洋 一個崩也不賣我們的寶貝 我不知道珍珠是不是寶貝 如果是, 就是屬於封建王朝的遺物 屬於北洋政府所有 如果我們要用的話 根本不需要用錢來賣 沒有錢的, 要怎麼交出來呢 你們兩個不要太過分了 我們不像你道武的罪 應該偷笑 你還有得串盡尺 那就抓我們去坐牢 還好一點就不用對著那些薑屍 沒了一顆寶珠 看那些薑屍放不放過你們 是呀 督君大人,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要容易脫珍珠 倒不如把他們兩個綁在墓外 讓薑屍跟他拿 隊長, 我想這樣就會太過殘忍了 恐怕薑屍這麼重手 他們還沒交出一顆珠已經死亡 就這樣, 我們倒不如把墓外 放了十大的營具 那就教薑屍怎麼煎燉, 勾尼根, 滑眼珠 根本來就死了 這麼殘忍的說話 你都說得出來 你是仁義嗎 不用說了, 副官, 把我兩個綁在墓外面 是 我把那顆珠交出來了 不過是這樣的, 要收回居馬費 二百個大藥帽 副官 副官, 一人讓一步 好, 我給你五十個大藥帽 一百五 副官 五十, 五十 當我玫瑰交的朋友吧 珍珠 我爹 這錢呢 給他錢 你倆幹什麼? 通常我們綁完一單買賣 就把錢放到底衣服裡 回去再收錢, 都要浪費在哪裡都行 萬一出去掉了, 你還給我 你們倆真麻煩 黃師傅, 我們先出去吧 好 沒甚麼 篤棍, 好不好看一顆黑珍珠呢 這顆珠是孫島皇帝送給子太盈 陪葬的銀然寶珠 根本不值錢 石頭 好 別走 別走 傅姑娘呢?不用問了 裴章走了,她走得很遠 傅姑娘,追 是 來,帶她走 帶她走 行了,我們不行了… 不用了… 要我買這粒反律環同起死了身的寶貝出來 傅姑娘 蝦米,不是我捱下你 是你行得摸,沒有鼻歌 蝦米可以不要,但是寶貝一定要跟身 好 過來 過來… 不怕那麼久,先休息一會 會煙嗎? 沒有 真是十指痛歸心,沒說錯 幸好是一顆起死回生 能腰百病的豬 蝦米,快拿一瓶水巾給我抹乾你的手 那兩隻都不知道有沒有踩過的蝦 怎麼不認我 不行 沒有了蝦米 又回一顆豬 也算便宜 不過如果兩項都有 那就更便宜 要洗掉了 舒服了 誰? 你在這兒幹什麼? 喝水 好嗎? 姑娘,給點來濕一下她的嘴 去看那兒 幹什麼 下面有一條河 你不是瘋的嗎?自己這樣 這麼軟 你小小小,你一定喝不完的 給點去吧 這麼適合 這樣了 你幫她拿一盒 我便給你一個大樣子 我現在給你一個大樣子 你自己去拿水吧 你玩嗎 師父,喝茶 蝦米,給你吃 不吃了 多吃,拿出來 師父 媽媽,蝦米拿著一顆豬 不知道是否她想出去賣呢 督君現在派人到處守住 她在這裡連開這個陣 那些薑師今晚會出道 我希望在入盒前找回一顆珍珠 那個女人這麼貪錢 也不知道是否故意等她小孩不來 你們亂說 她一定會來找我的 她真的很疼我 你想我照顧導師欣著 上枝黑玫瑰拿了一顆豬 她哪好意 蝦米在我們手裡 不怕找不到她 你們想怎麼樣 剛才我們說的 那些真是很沒人性的 你即使打我一身 挑戰我的手跟腳跟 吊在大家那裡怎麼虐待我 我都不會忍到鬼子 大家只會浪費力 隨便給我飯 多餘我 打法我就可以了 吊起我 救命呀,老人勒素 救命呀 老人勒素的事是壞人做的 我們學到之人有我們的方法 黑玫瑰有我的手跟 拿金盤來 知道 有甚麼東西 甚麼都看不到 好, 等下再試了 幸好我甚麼都看不到 要不然今晚 你做噩夢也像 鬼子做了甚麼 他平時也不太好看 他這次, 比平時還看過 公天化日在剝衣服 他不是剝衣服, 他在穿衣服 他在穿衣服 一定有古怪 是 大爺 大爺, 大爺 兩位有甚麼事 督軍吩咐任何人 等不得離開金田鎮 我們檢查過了, 莫可兒 有沒有打工人看過 兩位大爺 我八爺死了幾天 今天一定要搬回海海洛藏 天氣這麼熱, 不能等了 真是你八爺 真是我八爺 你八爺是女人嗎 真是很可憐, 不讓死者安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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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不用擔心 讓死者曬下太陽才安靈 真的嗎? 真的嗎? 趕快蓋上去 走... 要不然要上路, 麻煩你 不要哭... 別哭了, 哭了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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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來 不知道為甚麼地上會有十個大爺這麼多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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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玟貴, 你還裝甚麼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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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爺, 十個大爺 你看, 死了的人都去撿了 是你這種身有屎的人才能行見過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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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有穿獸衣裝死人 是呀, 我打算裝死人 但是那件這樣的事, 臭到冤枉嘛 很噁心的 你師父怎麼知道 別這麼說 今天你去和二師父 你偷了一隻豬 那些江師父去村民, 你知道嗎 這是金田鎮的事, 跟我沒有瓜葛 是你 你就這樣走, 丟得黑米仔 你有沒有人性 關你甚麼事 你不要逼我們兩個出手 你們出手?我出口 兩個男人騙一個女人 阿秀, 你的傷勢... 混蛋 你走 阿秀 幹甚麼, 追吧 阿秀 小姑娘, 幸好有你 我認得他們兩個 高那個救過我, 他是好人 矮那個見身他也打人 他是小人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他們抓我就是壞人 你幫我就是好人 你們有三個大洋 就等於來謝謝你了 甚麼都出去給錢人的 你這個人也怪怪的 人人是見錢開眼 你看也不看, 你不喜歡錢的嗎 錢拿來幹甚麼 買東西吃 那個山這麼大, 帶給你吃 那買衣服吧 我穿了衣服, 你沒有嗎 是呀, 為甚麼你被他們抓呢 他搶你的衣服還是搶你的食物 他們 你真的不喜歡錢嗎 不喜歡 你當然是嫌錢的 當然是貪屎不偷吃的人 我告訴你, 不怕了 他們知道我在慈禧的墓裡 偷了一顆寶珠出來 他們想逼我拿一顆豬出來 那這顆寶珠是甚麼用 說出來嚇壞你 你有沒有覺得我和一般的女人不同 其他女人我沒看過 不過你呢, 看起來就老過我 醜樣過我 我不是和你比 我以前的臉多不少 就有點牙齒 不過經過這顆豬 搓一搓之後 那就光滑了 這顆豬不僅是反到頑童 起死回生 還可以治內傷外傷 那可不可以療毒 一定沒問題 借給我用一用 我來救救兒子的 我當你是好人 你扮豬吃老虎, 搶我一顆豬 你搶一顆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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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我, 我的 避開我 我的, 避開我 為甚麼要打開 別管這麼多了, 搶一顆豬 你用不著這麼用力 顆豬呢 我問你顆豬 睡了 你沒事吧 壞人 你別跑 你幫我幫我起課 走吧 別跑 現在這顆豬就在我這兒 有本事就伸手來拿 真是大快人心, 盡情地笑 那你就笑得開心一點, 笑久一點了 我們把你的肚子拿出來 是錯了 霍姑娘, 你不用為這顆豬緊張 聽來督君說這顆豬根本沒有價值 好啊 他不吃貨 那顆寶珠可以起死回生 反腦還童, 價值連成 有了那顆寶珠 就可以幫我賺錢回來 救活貧富大眾 派米也派了一輩子 貧奴可以變富商 勞動階級可以抬頭 全國人民可以站起來, 富起來 真是整天都吃東西了 臭道士, 現在我就大了 快點做一頓好的東西給我吃 好 給他買幾根芝麻, 杏仁和合桃 三碗水再買一湯匙給他喝 要是三餐不准吃飯 只可以喝蜜糖, 吃香蕉和臨子 是, 師父 那些通便滑腸, 你想射死我嗎 貴姐, 你怎麼樣, 貴姐 貴姐, 你怎麼樣 很痛, 很痛 嘗嘗 貴姐, 你哀了這麼多次 都哀不出一顆豬 會不會在裡面塞住了 真可憐, 你嘴巴 一定是你的臭道士 不知道給了甚麼貴姐吃 弄得你這樣, 你是壞人 我給他吃的是開胃或腸藥 對他身體無害 況且他沒吃之前已經肚子痛了 你說甚麼都可以 我又怎麼會無緣發事有事 如果沒猜錯的話 我看一顆豬在你的肚子裡 已經起了變化了 起甚麼變化 是也好, 一天不出來 一輩子都屬於我的 可是我看你的臉色 我怕你沒想到今天